王羲之王羡之父子二人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你知道吗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送朋友水果 先来说说王羲之 凤橘帖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手杂 仅有两行十二个字 上面写道 给您奉上橘子三百枚 还没到双酱 收获不是很多 此帖虽然字少 但字字挺立 各个不同 点画之间方圆互建 灵活多变 神贤太浓 意趣丰富 此帖与平安帖和入帖 装表在一起 是唐代双高填阔模本 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无独有耳 王羲之的儿子王羲之 写有一副送礼帖 与其父的凤举帖 有异曲同工之妙 送礼帖同样为信杂 也是两行 全文十一个字 不同的是 王羲之是在冬雪天 送朋友离子三百枚 也是三百枚 看来这送水果的习惯 是可以遗传的 我们看到送礼帖 有黑白影印本 有彩色本 有纯西密格本 那么真迹到底在哪里呢 或许 送礼帖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如月书间快乐书写 经典书法 九月书法主题 笔尖上的美食 将为你讲述 这些书法作品 背后的故事 敬请期待 五代时被称为 杨丰子的书法家杨宁氏 发明了一种新鲜的吃法 羊肉 蘸九花酱 一日杨宁氏 骤请闲卧 正鸡肠鹿鹿 忽然有邻居家大哥 送来一盘羊肉 于是突发奇想 蘸了九花酱来吃 看比美味真羞啊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杂 作为答谢 这就是著名的九花铁 九花铁千百年来 备受推崇 被称为第五大行书 倒不是因为肥羊九花 而是因为其书法的极致之美 张法书朗而散淡 结构七侧而平衡 用笔筋道 顿挫有致 每个字都仿佛是一朵九花 散漫而随性地开着 散发出强烈的 艺术味觉 他的另一个代表作 下热帖 里面还提到了一种 销下饮料 酥蜜水 这是怎样的一种 神仙水呀 如也书间 九月快乐书写 经典书法主题 闭尖上的美食 将为你介绍 这些书法作品 背后的故事 敬请期待 爱吃苦笋的怀素和黄亭坚 苦笋贴的作者是唐代的草圣 怀素 这是他写给朋友的便签 他说 朋友送给他品尝的苦笋和茶 他都试了时口感特别好 让朋友直接多送您过来 此贴供两行十四字 书法俊秀 结构舒畅 其用笔的节奏也尤其好 上书下紧 上青下重 笔墨有浓有淡 线条柔中带钢 曾经被许多收藏家收藏 作品上盖满了各种鉴赏印 现存上海博物馆 苦笋不但消可除热 还可入药 药效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 就有记载 除了怀素 宋四家之一的黄亭坚 也对苦笋情有独钟 我们来看看他写的苦笋负 在他心里 苦笋简直就是天底下最美的东西了 于是不但品尝美味 还兴致勃勃地写下了这篇苦笋负 他说他特别爱吃苦笋 这笋呢又甘甜爽脆又细腻 虽然有点小苦 但却又恰到好处 此题也笔墨清通 富有变化 显示出黄亭坚书法的综艺豪放 流畅典雅 如也书间快乐书写金顶书法九月书法主题 笔尖上的美食 将为你讲述这些书法作品背后的故事 敬请期待